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开悟要紧 民心见心要紧 见心之后全都通了 什么障碍都没有 这个四十真相 大臣经教里头常说 一尽通一切尽通 一个发门通一切发门通 所以教你 一门深入常识迅修 每一门都能通到民心见心 所以发门平等 不有高下 哪一条路都能到家 只要你肯走进去 你不要去找岔路 找岔路耽误时间 那就很苦了 找不到家 一门深 一步进一个发门 决定 得定 定住三位 得到定之后 继续往前进 绝不改方向 肯定开悟 物料之后 就像龙树菩萨一样 学习就很方便了 一点困难都没有了 一看明白了 一听明白了 一接触 全都明白了 这是佛法里修学的秘诀 那不相信 自以为聪明的 他的路子就走远了 他就有相当的难度 真正听话 依照祖师大德的教会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这是最近的一条道路